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卡里轻松的按下腰 将这个洞捡了起来 把它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个洞居然能被捡起来 并且这只是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洞 很快啊 查理发现 口袋里有个洞 并不是什么好事情 你看他的钱币和糖果从他的口袋里滑啦啦滑出来 漏了一地 于是查理把洞放进了他的背包里 结果就和你想的一样 把洞放在背包里 会更糟糕 你看查理背包里的东西 像苹果 香蕉 书本 铅笔 全都哗啦啦的从书包的洞里 漏到了地上 这个洞一点也不好 查理说 他要给洞找一个新主人 于是查理向前继续走去 他决定到小镇上去问一问 查理决定先去街上问问看 他来到了一些商店面前 他走进了一家 昏虫爱好者之家 你要这个洞吗?查理问爬虫馆的工作人员 不需要 谢谢 在这儿出现任何洞都会变成一场灾难 工作人员说 查理听完之后 也意识到 在爬虫馆里有很多透明的盒子 这些盒子里都光着他那小小的爬虫 上面也写着 请勿打开 小心 禁止触碰的字样 他也意识到 如果这些小动物都跑了出来 那将是一场大灾难 查理回心地走出去 他继续向前走 他来到了一间船舶修理店 你要这个洞吗?查理问造船工人 哎呀 不需要 谢谢 我的船最不需要的 就是一个洞 造船工人说 查理心想 如果船有了洞 那水就会灌进船里 最后这个船就会沉到海里 不好不好 查理明心地走过出去 接着他来到了一间裁缝店 你要这个洞吗?查理问裁缝 天哪 不需要 查理 我一整天都在努力修补这些东西 裁缝说 查理心想的确 如果衣服上有很多破洞 那就不可以再穿了 接着查理又继续向前走去 他一路向前走 遇见了一个园丁 你要这个洞吗?查理问园丁 谢谢你 我已经挖完今天要挖的洞了 园丁说 查理又灰心地走了 查理继续向前走去 他看见工人在修路 你要这个洞吗?他问修路工人 不不不 不 谢谢 这儿已经有一个巨大的洞 需要我来填了 修路工人说 查理也注意到 这里也写着 请注意 前方施工 当心危险的字样 他心想 如果路上有一个大洞 有人掉了进去 岂不是好危险 查理又灰心地走开了 循着香味 查理看见一个女孩 正在做甜甜圈 他想 做甜甜圈需要这个洞 谢谢你 可是我已经有一台 专门做甜甜圈的机器了 女孩轻轻地写过了查理的好意 没有一个人想要查理的洞 这个洞一点也不好 查理非常地伤心沮丧 他生气地将洞扔在了地上 可是 咦? 这树丛里有一只小兔子 正在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查理说完就走开了 小兔子就从树丛里穿了出来 挑起了洞里 最后呀 小兔子把这个洞 当作他的新家 在里面做起了甜甜的梦 咦? 其实除了小兔子 还有很多很多的小动物 他们都需要这个洞 并且他们就在这个洞里生活着 是不是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这本故事说呀 具有现实的意义 又充满了孩童的想象力 故事从主人公查理 发现一个洞开始 围绕着不同人的工作属性 来反映了不同的人 对这个洞的态度 他也告诉我们呀 我们需要用不同的眼光 去对待不同的事物 你看 是不是 不是所有人都不需要这个洞 因为这个洞 对小动物来说 这是天大的惊喜 是不是? 感兴趣的家长和读者 可在视频帖子的 便机里购买 我叫有脸书局翻阅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 喜欢的话 一定要关注我们的Facebook 官方账户哦 欢迎转发点赞和评论 如果您有我想要讲的绘本 欢迎在下方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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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